今天是想给大家讲一下怎么样采摘蜗菊种 我是第一年种蜗菊 以前没有种过蜗菊 去年在朋友的带动下开始种蜗菊 然后蜗菊长得很不错 去年秋天的时候我种的 然后一冬天都可以披着蜗菊叶吃 然后到了开春的时候还有蜗菊吃 因为我前一段时间外出 一段时间没回来 回来一看蜗菊都长老了 然后都穿台出种了 那我就把这几颗蜗菊留在那里 但是这个蜗菊种什么时候才能好 什么时候是好了 这个好像很困惑 我一直没搞清楚 因为我那边有两颗蜗菊 那个种子那两颗蜗菊站了很长时间了 但是那个一直没有种 因为我扒开那个种看看里边 就是说没有那个黑的小种 所以说就不知道蜗菊怎么样收种 今天在外边突然一看 我发现这个蜗菊都开花了 你看就像那个蒲公英一样 上面前面开花了 我摘下一朵一看 里边全是黑色的小种子 蜗菊种 所以这才意识到 蜗菊到时候它那个种子成熟的时候 它会像那个蒲公英开花一样 开了花那个时候 那么就说明它的这个种子已经成熟了 你就可以采摘一下来 那我们下面把这些蜗菊种采摘一下 给大家看看 对如果说这个种子你剥开以后 你看里边这个都是发白的这种颜色 就说明这个种子还没有成熟 就成熟的蜗菊种呢 都是都是这个像小黑芝麻一样 就是像小黑芝麻 一个一个的都变 颜色都变黑了 那个时候就好了 像这样你剥开一看看 哎呦都是白的 这就说明这个种子还没好 但是你又不能说 每天都去过去掰一个看看 每天都背一个看看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 你现在掌握了 就是看看有开花的了 就像这个 对 只要有开始开花的了 你看就说明这个种子成熟了 一剥开里边 你看 一剥开里边 一大包 我发现 这个蜗菊一个里边很多种子 所以说你留一颗蜗菊种 就能收获很多足够用的了 你看 你看这一个里边就 都有几十个 十几个吧 你看 对 对就是 掰开以后看看 有那个小黑种了 就说明这个种子好了 如果说掰开以后 里边还没还发白 那就是没好 那最 对 最好的办法就是看看 它开花了没有 开花了就说明 这个种子开始成熟了 大多数这一棵上的种子 就差不多就可以收获了 然后把它晒干 晒干采摘收集起来就可以了 这个蜗菊好像种子比较收获比较大 所以一棵足够了 你看我刚才弄的这些都还没有摘 也就剥了几个 里边就有这么多种子 其实这些种子足够你一年用的了 所以说可能留一棵种 留一棵就足够了 你看 种子很多 太棒了 这一堆都是 你就可以实际上你找一个东西 把它这样放那儿 然后等着它干了以后 你这样摁摁摁摁摁打吧打吧 那个蜗菊种就收集成了 就出来了 在收集蜗菊种的时候 有一点困惑 不知道什么时候好 现在有了这个经验 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好 谢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视频 我们频道有数百个关于美国生活方方面面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与朋友分享 您的一点点努力 对我们帮助很大 并鼓励我们制作更多的节目 谢谢 谢谢